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 要怎么样才能够预防克服癌症化放疗的副作用 副作用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化疗的药物 只有1%作用在癌细胞 99%是作用在正常的细胞 化疗药物都是作用在分裂的比较快的细胞 就好像是癌细胞,粘膜细胞 造血细胞,还有毛发细胞 所以产生的副作用也常常出现在 吊法、吼吐、腹泻、没有胃口等等 还有就是身体感觉到四肢无力,很累 还有注意力不集中 忧郁、焦虑、情绪低落 对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化疗药物很容易破坏消化道粘膜 这个是正常的粘膜 看起来很漂亮 这个是已经被化疗药物破坏的粘膜 你看在出血 再来就是这个舌头会有溃疡等等 要怎么样才能够预防跟逆转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断糖生酮饮食 这样才能够促进体内 自发性的产生BHB抗发炎铜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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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 这样也可以同时修复受损的细胎 酮体是怎么样来的呢? 酮体就是由我们吃下去的 Omega-3,9 MCT蠔油 透过肝脏转化而来的 BHB铜体它不但是优质的立腺体燃料 同时它也可以阻断NLRP3发炎体 也就是Infarmazone所诱发的发炎反应 如果在执行断糖生酮饮食的初期 身体还不适应的话 可以考虑服用外颜性BHB铜体来增强体力 第四点就是可以注射大量的维糖兵C 因为维他命C不但有抗发炎的作用 同时它可以产生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可以帮助我们把受损的细胞快速的愈合 第五点就是要吸入氢气 这样可以排掉过多的酸跟脂油肌 第六点就是做冷光生成核心光疗 可以增加免疫力 我们将纯水电解就可以得到氢气跟氧气 氢气进入人体以后呢 就会把细胞里面的这个毒性最强的嗆自由基 跟硝酸跟氢离子还原 还原以后就除掉毒性 然后再变成水 这个水呢就会把我们细胞里面的肺气物跟酸排出体外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患者呢是做过深层核心光疗跟吸氢气的 他做了光疗以后 他汗里面就排出很多的这个自由基 这个是汗 那么这个尿液呢 他酸减值本来是8的 后来在吸氧气以后 酸减值就变成5 同时自由基排出很多 我们再把这个 他的减体放一段时间再检测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里面这个沉淀物好多 吸氧气以后沉淀物变成非常多 这个就证明说酸跟自由基都是可以被这个亲戚排出来的 亲戚在日本已经被列为医疗气体 可是在台湾还不是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他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患者 他是胸腺肿瘤 并发重症剂无力 还有肺脏的转移 他这个肺脏转移的癌细胞呢 虽然经过一系列的螺旋刀治疗 慢慢有消失 可是呢 也产生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就是舌头溃烂 他舌头溃烂到没有办法讲话 没有办法吃东西 甚至痛到完全没有办法睡觉一个星期 经过我们的治疗 两天后 他的痛就消失了 同时呢 这个伤口也慢慢的在复原中 所以说 如果要预防逆转癌症 化放疗的副作用 一定要做到 断糖生酮饮食 吸入氢气 还有冷光生成核心光疗 再来就是巨量的维他命C注射 谢谢收看